这是建国后的最大一起袭警案 只因一辆自行车 男子持刀闯入政法大楼 从一楼一路砍到21楼 致指民警六死四伤 还有一位保安也无辜躺乡 然而事后却有很多人同情他 甚至称他为一事 这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2007年11期间 28岁的北京小伙杨家 趁着七天假期 独自跑到上海旅游 为了出行方便 他花了50块钱在路边租一辆自行车 但他不知道的是 当时上海既然发生了多起自行车被盗案 大街小巷都有民警巡逻排查 因为自行车没有牌照和刚印 5号晚上10点左右 杨家在途径眨北区的一个路口时 被执勤的民警拦了下来 民警要求他出示车辆来源以及身份证 杨家声称自己是游客 车是租来的 拒绝提供证据 也不肯向民警提供自行车的来历证明 双方因此争辩起来 一直僵持的快一个小时 由于当时街上人流量大 引来很多路人围观 为了避免交通堵塞 民警只好将杨家带到附近的派出所了解情况 本以为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 不想又起新的纠纷 根据杨家后来的说法 那天夜里民警对他很是照顾 不仅未经允许搜查的背包 还把他的衣服弄得一团糟 后来甚至七八个人一起推散殴打 他不过是抬手户头 就被人误以为准备还击 结果摁在地上一顿摩擦 直到后来警方联系了租车公司 确认了自行车确实是他租借了后 才同意他骑车离开 结束时已经是凌晨两点 而杨家上午八点就要返京 无奈之下 他只好在警局过夜 顺便讨要一个说法 可双方沟通过后 督查并没有给出一个 让他满意的解决方案 这让杨家很是其分 也为之后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回到北京后 杨家开始通过信访 电子邮件等方式 向有关部门投诉 他认为自己不应该被民警盘问 并坚称遭受过殴打 请求将相关人员开除 赔偿他一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后来督查部门进行了严格的核查 但并未发现民警在执法过程中 有什么不当之处 由于杨家也没有切实证据 去证明自己被不公对待 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在此期间 督查部门曾两次前往北京 主动与杨家和解 和他们能做到的最大让步 就是赔偿一千五百元的通话费 显然这和杨家的预期出入太大 双方终究没有谈懂 这是建国后最大的一起袭警案 只因一辆自行车 男子持刀闯入正法大楼 从一楼一路砍到21楼 致指民警六死四伤 还有一位保安也无辜躺枪 事后在解释犯罪动机时 他的第一句话是 有些委屈 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 那我宁愿犯法 这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2008年6月26日 索赔五国的杨家决定干一件大事 他带着自制的八个燃烧瓶 刀具仪器 防尘面具等物品 再次来到上海 原本他打算袭击之前 拘留过他的派出所 但在踩点时 发现附近环境复杂 不方便行动 于是改变目标 钉向了闸北分局的督察支队 为此他还特意选了一个特殊的日子 实施了他的报复行动 7月1日上午 他带着凶器 潜伏在正法大楼的花坛里 为了引开保安 把事情闹大 杨家先是在门口扔了几个燃烧瓶 趁保安救火的时候 持刀冲进他楼 期间用燃烧瓶砸伤了一名 拦路的保安 之后就跑到值班室 寻找下一个目标 短短7秒的时间 他就把屋里的4个执行警员全部捅死 而这些无辜的警员 都是刚刚退居二线的老警察 由于事发突然 甚至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后来杨家顺着楼梯一路往上杀 分别在9楼10楼以及11楼 袭击了三名过路的民警 导致两死一伤 其中一个以前还是特警队长 此时距离他闯入大楼才不到10分钟 或许已经是杀红了眼 他一个没有停地直奔21楼 在督察支队的办公室门口 四到了刚好准备下楼的一位民警 就在杨家马不停蹄地冲向屋内时 大家正好听到了受伤民警的呼喊声 随后几个人齐心协力将杨家制服 但在夺刀具期间 其中两名警员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刀伤 就这样 六条无故的生命被夺走 六个平静的家庭支离破碎 而此时的杨家只是一眼未发 大口地喘着粗气 事实上杨家之所以这么执着 甚至不惜犯法也要争一口气 和他的母亲有着很大的关系 只因一辆自行车 男子迟到闯入正法大楼 从一楼一路砍到21楼 致指民警六死四伤 还有一位保安也无辜躺枪 法庭上他不但没有半点悔过 还正气凛然地开口道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那么他究竟为何这样 最终又是何结局 咱们接着往下看 其实袭警案发生以前 杨家在亲朋好友的印象里 一直是一个狠手规矩的乖宝宝 比如在公交车上会主动让座 看到父亲乱丢烟头 会站出来大声制止 过马路从不闯红灯 即使路上没有车 也会走斑马线等绿灯 平时喜欢外出旅游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照片 照片里的他总是一脸笑意 看起来很开心 跟他一起旅行的旅友们说 杨家平时虽然沉默寡言 却很乐意帮助别人 谁也没有想到 他会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 不过如果结合他的心理来看 或许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杨家十二岁时父母一 此后一直和妈妈在一起生活 中专毕业后找了一份 超市收银员的工作 只干了一年 就因为自行车被偷而辞职 之后就在家里很老 靠着妈妈的退休金 和爸爸的生活费 到处游山玩水 据周围的邻居说 他们母子俩的脾气很差 经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和人起冲突 曾经杨家的妈妈 因为出门时把垃圾放到楼道 改回屋里拿东西 被邻居误会在楼道乱扔垃圾 双方开始犯罪 结果这一幕正好被杨家看到 为了维护母亲 她一脚踹坏了邻居家的防盗门 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 因此他们的名声不太好 有次杨家和妈妈一起到太原旅游 在火车站排队过安检时 妈妈和铁警发生冲突 被打掉了门牙 为了索要赔偿 杨母多次上访 打了八年的关系 最终赢得了三万块钱 以及公开道歉 或许是社会的消极心理 在脑子里积存的太多 当他再次面对所谓 对他认为不公平的待遇和反应时 才会选择去攻击别人 由于该案性质恶劣 2018年9月1日 法院对杨家作出一审判决 以故意杀人罪 依法判处其死刑 杨家坚称 警员在盘查时 曾有过辱骂和殴打行为 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二审时 法官当众播放了当时的执法录音 以及派出所的监控 并没有发现相关的证据 后来杨家的辩护律师 说他在人格方面存在障碍 希望进行精神鉴定 但杨家说自己没病 最终法院维持原判 并于11月6日 以注射方式对杨家执行了死刑 有人说他罪有应得 也有人说他是义士 可不管怎么说 都不该成为他无差别杀人的理由 他用最极端的方式 了却了心中的仇恨 但最终也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